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拿错包而延伸的故事 男主角是一个在他的异次元皮箱中 违法养了一大堆禁养魔兽当宠物的魔法师 这天男主角从他的故乡来到大城市玩时 一只跟你一样爱钱兽 从他的异次元皮箱中偷跑了出来 男主角发现后追着跟你一样爱钱兽来到了银行 而一个也来银行办事 跟一般凡人一样不晓得有魔法存在 也没有魔法血统 不会用魔法的厨师男 意外壮见了用魔法打开银行金库 正在抓跟你一样爱钱兽的男主角 那银行金库被盗 凡人警察肯定是要赶来做做样子 证明警察领了钱有在做事 于是男主角就顺便趁处 厨师男还没搞清楚状况时 就用魔法带着他瞬间移动飞到银行外面 而厨师男以为遇到鬼 吓得他请男主角吃他装面包的箱子后 赶快逃走了 而这些事情全部都被演上了 年纪明完不灵思想老旧的老处女 演得非常好的魔法界警察女主角看到了 于是他立刻跑来逮捕男主角 因为他偷养魔兽还在凡人面前用魔法 这两条都是魔法界的重罪 此时另一边回到家的厨师男 一打开他的面包箱就发现一对魔兽跑出来 还弄坏了他的房子 这当然是因为他的食物箱 跟男主角的异次元皮箱长得一模一样 他拿箱子跑掉时拿错了 到底因为别人的箱子跟你的箱子长得太像 而拿错了几率有多高 你长那么大现实中是有听过几次 接着发现异次元皮箱被人拿错的男主角 在女主角的陪同下用魔法GPS 找到厨师男的位置 赶过来用魔法修好厨师男被魔兽弄坏的房子 再把魔兽 抓回他的异次元皮箱中 凡人也都跟瞎子一样 看不出这附近有魔法跟魔兽 看得出来的也不在意 而女主角发现厨师男被魔兽弄伤 这种伤只能靠魔法治疗 于是他抓着男主角并带着厨师男 先回自己家打算等厨师男的伤复员后 消除他的记忆再带男主角回警局归案 而女主角他妹和厨师男马上一见钟情 但讲这个干嘛 没人在意非主角者的爱情故事啊 接着来介绍一个 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不为人知的魔法师的 关你屁事啊大神女 带着他收养的子女们跑来报社 跟报社老板说 我们必须宣导有魔法这种邪术的存在 不然我们一定会被魔法师残害 那报社老板当然不相信的 赶他们走就像有人跟你说 有变种人存在 你也不太会相信啊 很合理嘛 不过我应该会信啦 那报社老板的儿子 富二代男还把关你屁事啊大神女 他们宣传魔法存在的传单 还给关你屁事啊大神女的义子 大魔王顺便问他说 为什么不好好工作 要跟你妈来这边耍智障 魔法如果存在 那你脑子都能用来装汤喝哦 大魔王回家后 越想越生气 而他刚好是不知道自己有魔法师邪童 又很想学魔法 而且非常悲观胆小 总是被他异母虐待而不知所措的自闭症患者 那这些元素刚好是组成魔力强大的邪灵的条件 所以大魔王就走火入魔的邪灵化 然后杀死了他异母 就是关你屁事啊大神女 在跑到一个贵族聚会上当着一堆凡人面前 杀死了羞辱他的富二代男 于是魔法界高层就在异空间开会讨论啦 说是谁用邪恶魔法杀死了凡人 这样可能会害魔法师的存在 曝光也好坏坏 抓到一定判死刑 刚好此时 女主角带着意识圆皮箱跑来 跟大家解释说 有个叫男主角的人 和凡人除失男 失养魔兽又意外放出的事 所以魔法界高层马上一致判断 肯定是男主角的魔兽乱跑 才意外杀死凡人 而且女主角太晚禀报时 事才酿成大祸 反正都是你们的错 盼你们死刑 高层有这种急着找人背黑锅的心态 也不要怪他们 毕竟他们已经比当不了高层的人 聪明很多了 他们尽力了啦 总之除失男就被带去消除记忆 丢回凡间处置 男女主角则是被带来准备处死 但你懂的嘛 没有任何人被允许 可以在男主角这种东西面前 杀死女主角这种东西 所以男主角就一个主角光环的 随便打倒所有行刑警察 然后带女主角愉快的逃逸 接着变成邪灵的大魔王 开始在凡人大街上大肆破坏 而一个一直想一统天下的邪恶魔法师 简称好想捅大家男 就跳出来约邪灵大魔王一起一统天下 邪灵之力借我用用 两个人一起捅比较好捅 捅成后魔法师就不用在凡人面前 畏手畏尾的了 结果这些话刚好被逃跑后 正在调查杀富二代真凶的男女主角听到 于是女主角就跳出来 跟好想捅大家男决斗 而男主角则是追着 四处破坏的邪灵大魔王 追到了地铁站 然后他开始进行主角性宣导的 跟邪灵大魔王说 你有什么委屈 就好好的说 别人不听你说 但我一定会听你说 给我点面子 我是主角 变回人形 跟我谈谈好吗 但邪灵大魔王才刚变回人形 好想捅大家男 就以为男主角想抢走邪灵大魔王的 跳出来攻击他 害大魔王又以为有人要攻击他的 变成邪灵形态 打算弄死男主角跟好想捅大家男 还有此时 幻女主角跳出来 进行主角性宣导的 劝邪灵大魔王说 就算你觉得 全天下人都负你 你也不能负天下人爱 不然你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邪灵大魔王一听 觉得好有道理 正当他想变回人形 好好跟大家谈谈时 魔法界警察就赶来 各种开枪的射死了邪灵大魔王 好想捅大家男一看 生气的骂 魔法界警察都是日葬 因为邪灵这种东西很难产生 若是能掌握这种力量 魔法界一定有机会一统凡人戒的 不过骂警察是违法的 想一统天下也是违法的 所以好想捅大家男 就被警察跟主角们抓了 最后男主角利用他养的魔兽 一只神奇大鸟鸟 带着消除记忆药水 直接飞到天中洒水 让整个城市的凡人 都失去对邪灵 还有魔法的记忆 避免造成凡人恐慌 啊魔法界警方跟高层们 看男主角那么善良 又不是凶手 违法施养的魔兽 还那么热心帮警察善后 所以就决定不逮捕 男主角的放他走 女主角也洗刷了冤屈 至于失去有魔法存在的记忆的 厨师男也戏份很多的 开着他的面包店 而跟他一见钟情的女主角 他妹偶尔会来吃他的面包 那女主角则是跟 要坐船回家乡的男主角道别后 会不晓得有没有奇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从男主角跟厨师男的箱子 明白了一个把妹的方法 就是跟心仪的妹子用同一款包 然后假装跟他巧遇后 故意跟他兑换包 造成双方不小心拿错包的感觉 借此产生完美的邂逅 我保证这样做 你们肯定很快就能顺利交往结婚生子 如果这样你们还是没有交往结婚生子的话 这不可能啊 除非你长得不够帅 不然这招必成的 咳咳